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西省的原来一个支县 叫做宾春 那么派这个宾春就随着贺德 这是一个英国人 那么贺德当时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税务司 那么清政府这派宾春 随着贺德到西方国家进行了一个考察 属于观光室的一个考察 他还不是清政府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外交代表团 那么这个宾春等人 到了西方国家之后 在会见西方国家的这个总统或者女王的时候 你们说他见英国女王的时候 那么他是采取了一种新的一种外交礼节 那么宾春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外交礼节 去觐见英国女皇 宾春的没有一个明确记载 那么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 就是宾春在会见英国女皇的时候 绝对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对英国女皇行叩拜礼 那么随着这个宾春一同去这个西方国家进行访问的 那么同行的有一个同文馆的一个学生 叫做张德仪 那么张德仪在这个航海术期当中 就记载了他去怎么样 去觐见英国的女王的 那么张德仪在这个航海术期当中讲 都是西方国家呀 是君臣相见 无山乎跪拜礼 只垂守免官而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西方国家君主和这些臣民去见面的时候 无山乎跪拜礼 不像中国那样 是吧 跪在地上 是吧 要山乎什么武皇万岁万万岁 是吧 没有这些东西 只不过什么呢 只不过是垂守免官而已 把帽子摘下来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那么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中国的官员到西方国家 那么做一些社会考察 就是西方这种外交礼仪 对于他们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或者触动的 那么如果说宾春等人 这个时候出国之后 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政治礼仪 对他们的影响还不是很深的话 那么在1868年 随着普安臣出国 那么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 以及这种礼仪惯例 对于中国官员 对于清政府官员的这种影响之深 那么可以说就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1868年呢 那么清政府就聘请原来的美国驻华公使 叫做普安臣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派大使 那么呢 从中国的海关道至刚 一个道远海关道至刚 还有呢 李布侍郎孙家古 就组成了一个清政府的一个代表团 那么到欧美各个国家进行访问 普安臣使团在欧美国家访问的时候 从西方国家的元首见面的时候 那么或者是行鞠躬礼 或者呢是行握手礼 那么是采用西方通行的那种外交礼节 握手或者是这个鞠躬 那么这个志刚 他在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 他说我怎么样 或者我们这个普安臣使团 是怎么样去觐见美国总统的 他是讲 他说到禁间那一天 美国的这个外交大臣 带领着普安臣 还有志刚孙家古这些人 到了白宫 他日记当中叫做白房 我们现在翻译叫做白宫 说到了白宫 到了白宫之后 普安臣那么向美国的总统来制贺词 然后成绩国书 说成绩国书之后 美国的总统 那么就逐一指手问好 就是一个一个的同他们来握手 逐一指手问好 那么说他们在觐见美国总统的时候呢 是采用这种握手礼 那么这个志刚在会见法国的拿破仑第三的时候 是吧 那么也是有法国的这些外交官员 是吧 带领他们到了这个觐见的这个宫殿 那么觐见的时候呢 中国的这些使臣是依次三进步 每步一鞠躬 就是向前走一步鞠一个躬 向前走一次鞠一个躬 那么是向前三进步 每步一鞠躬 那么普安臣制贺词 然后成绩国书之后 那么中国使臣呢 是退三步 每步一鞠躬而出 这事件结束之后 退一步一鞠躬 退一步一鞠躬 那么西方国家这种外交礼仪 对于久居中国 是吧 就是深受中国这种繁琐的 这种礼仪的束缚的 这个清职服的官员来讲 那么对于他们的影响 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么孙家谷 那么在介绍他在西方进行访问的时候 在讲到从这个外国基础当中的外交礼仪的时候 他的记载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意思非常明确 孙家谷怎么记载的呢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呀 秋后渡西洋 抵英吉利岛国 说我们秋天跨过这个大西洋 到了英吉利 说见其女君 就是见英国的女王 见其女君 礼仪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 礼仪就是进退三鞠躬 没有行跪拜礼 是吧 那么接着他也讲 说彼此力弹 无跪拜之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在进见英国女皇的时候 英国女皇和他都是在站着来交谈 是吧 彼此之间没有一个跪拜之文 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反映出啊 就是对于孙家谷来讲 他就已经多多少少的感受到了 他和英国女王之间呢 就是那种高级贵贱之分 就不是很明显 因为两个人都是站着谈的 英国女王也没有坐在那 是吧 摆什么架子 是彼此力弹 没有跪拜之文 就是这种外交礼仪 对于清政府的这些官员而言 对于他们的影响 那么肯定是相当深刻的 那么后来 那么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各种书籍的传入 西方国家书籍很多呢 都传到中国来 那么又有很多西方的 介绍西方理智的书籍 也都传到中国来了 那么同时伴随着清政府 出使外国的这些人员越来越多 那么中国人民对于西方礼仪的 这种了解 这种认识就更加深刻 更加广泛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特别是到了后期 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的思想 自由的思想 平等思想 那么也开始传入到中国来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中国这种传统的跪拜礼仪 就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 由西方的东西传进来了 中国这种传统的东西 要受到西方的这种思想文化的这种影响 那么而这个时候 中国恰恰是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这种民族危机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就使得很多进步的中国人要考虑 考虑什么呢 就是传统的这种跪拜礼仪 和民族觉醒 民族自救 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进步的中国人 开始以一种审慎的这么一种态度 去对中西外交礼仪 政治礼仪 社会礼仪 他们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个比较 进行一个反思 那么进步的中国人 他就认为什么呢 说传统的这种跪拜礼 只能够培养起中国人的一种 于中于孝的思想 于中于孝 是吧 会泯灭国人的这种独立人格的意识 使国人不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人 是把自己当作附属于皇帝 附属于官僚这么一个人 他说这样做长情以往 那么就必然呢 会导致 这个国民这个独立意识的这种丧失 那么因此 他们就提出来 要废除中国的这种跪拜礼仪 提出来要废除中国这种跪拜的这种 繁琐的这种礼仪 那么维新智识 谭思同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学 那么谭思同在人学当中 就揭露和抨击了 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 就是力图利用呢 繁琐跪拜之仪 就用这些繁琐跪拜之仪 来约束 来束缚 中国人民的思想 就揭露他们这种 这种可悲的目的 是吧 那么又批评了他们 利用这种繁琐的礼仪 以错其器杰的 这种险恶的用心 那么谭思同 那么在人学当中 对于中国这种传统的 这种跪拜的礼仪 那么进行了批判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作为维新派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梁启超 那么梁启超在1897年 任教于食物学堂的时候 那么梁启超 也就把废除跪拜礼仪 与变法图强 与御国 是吧 强兵 御武强兵 是吧 紧密的联系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梁启超 那么就大声疾呼 说什么呢 说今日欲求变法 必自天子降尊使 就说什么呢 说中国现在要变法 是吧 必须首先要由清朝皇帝开始 要降尊于贵 是吧 等级关键不要那么强 那么他在讲 说中国这个时候 如果呢 不先变去跪拜之礼 上下仍习虚文 所以 动为外国善孝也 就是什么呢 说这个时候 中国如果说 不改变这种跪拜的礼仪 礼节 是吧 还搞那些繁琐的这种礼仪 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外国对中国这种嘲笑 是吧 就会很容易引起外国对中国这种轻视 不满 那么就说 在 19世纪 后期 那么伴随着中国这种民族唯一的这种加强 一些进步的中国人 那么提出来 为了要 变法图强 为了要富国强兵 为了要抵御外务 那就必须要废除跪拜礼仪 那么但是我们都知道 谭子同也好 梁启超也好 是吧 他不是封建统治者 是吧 更不是封建统治者的当中的决策者 他们虽然呼声很高 要求废除这些跪拜的礼仪 但是他们是吧 这种呼声 对于中国这种政治礼仪的改革 它的实际的影响作用 应该说很有限 因为他们不是统治者 那么到了20世纪初 资产阶级革命派 那么在反兴革命的同时 对于传统的这种跪拜的礼仪 对于传统的旧的礼仪 那么都进行了批判 那么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派 他们讲 说现在在中国社会当中 各个阶级当中 有很多这种不好的这种礼节礼仪 他说什么呢 你比方讲说 靠头也 请安也 常跪也 匍匐也 畅诺也 肯恩也 就是有很多这种贵 有很多这种非常落后的 这种礼节 他说这些礼节呢 都是极人事可怜之状 都是在人事当中 最可怜的这么一些状态 因为什么呢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人格 对对方实行磕头 那么这个表 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悲笑 他说像这种 非常不好的这种礼节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社会当中 在各个阶级当中 居然行之大庭 适同典礼 说这些这么不好的礼节 失去人格的这些礼仪 是吧 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像实行典礼一样 那么严肃的对待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 那么对于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不好 那么他们在讲 说凡是大臣之入朝 晋身之上公堂 弘元新晋之银元于府地 都要实行这些可悲的礼节 是吧 大臣到朝堂当中去朝见君主 是吧 那么这些这个晋身 到公堂上去见官 去见官 有些这个下级官员 是吧 这个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 那么去朝见 那么一些有关系的一些人 就是走关系 都要实行这些可悲的礼节 所以这样长此下去 那么全国人民呢 那么就没有国民的资格 没有一个国民资格 那么也没有一个公民的意识 没有一个平等的意识 他说这样长期进行下去 必将酿成什么呢 酿成奴隶之风俗 使得人呢 他没有一种自主观念 是吧 把自己当作一种奴隶 附属于别人 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的旧的礼俗 也进行了一个猛烈的批判 那么我们特别需要指出来的 是资产阶级革命派 不但在思想上 对于中国传统的旧的礼俗 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是吧 而且他们还是身体力行 以身作则 那么他们首先在革命队伍内部 就是废除了 什么这个 长官呢 是吧 什么这个 这个 那种上下尊卑的这种等级观念 是吧 那么他们彼此之间 是以同志来相称呼 以同志相称呼 或者说呢 以先生来来称呼 那么在革命队伍内部 以这个鞠躬礼或者握手礼 代替了过去的那种跪拜啊 长衣啊 代替了过去一种旧的礼俗 那么在这个1910年10月 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资政院的常年会 那么在这个常年会当中 常年会的会议上 一些激进的民选的议员 是吧 那么在这个资政院常年会上 也提出来 提出什么呢 提出来 请费跪拜礼节 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案 那么通过以上所讲这些内容 我们就会可以发现 经过了中国社会内部 这种长期的反思 那么到了20世纪初年 中国废除跪拜礼节 这种内部条件已经成熟了 那么只要再有其他的一些 内部的或者外部的条件 那种综合的这种触发 那么跪拜礼仪的废除 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马上就可以实现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中国这个跪拜礼仪的废除 那么到了20世纪初 那么这条件逐渐成熟 那么真的这个跪拜礼仪的废除 那么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条件 的一些辅助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要讲一下 就是中国废除这种跪拜礼仪 是吧 还要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因素 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力量 那么下面我再要讲第三个问题 讲一下 这个政权的力量与作用 就是讲一讲 中国这种封建官府的政权 它在废除跪拜礼仪方面 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作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跪拜礼仪啊 在中国历史上 实行了几千年 那么说这种跪拜礼仪 已经作为一种 政治的伦理观念 和这个社会文化 而激淀于中国的这种 民族意识当中 就是它这个时候 它不仅仅是一种礼仪 作为一种文化激淀 已经激淀到了一种民族的意识当中 那么因此呢 在国家的这种政治 或者社会生活当中 废除跪拜礼仪 是需要政权的力量的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中国当时实行的是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那么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 政权的力量 官府的力量是不可小视 那么中国废除跪拜礼仪 首先呢 是从部分封建统治者 以一种扭曲的这种形态 表现出来的 就是首先提出这个 废除这个跪拜礼 或者说在这个跪拜礼仪方面 发挥重大政治作用的 是封建统治者 那么这种封建统治者的 这种表现是一种扭曲的 扭曲的 那么下面我们结合着 中国近代的一些 有关的一些历史背景 那么谈一谈呢 清政府的官员 在中国废除跪拜礼仪方面 他发挥了哪些作用 那么这个1905年7月 清政府颁布了一个预旨 就命令宰泽端方等五个大臣 到西洋各个国家去考察政治 那么考察政治之后 要以期责善而行 就是看一看 他有些什么好的东西 我们吸收来实行 以期责善而行 那么这样呢 在中国就拉开了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 这么一个序幕 那么清政府在这所讲的 要责善而行 主要的 或者说首先他讲的什么呢 是讲国家制度 要责善而行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其他的方面 你们像国家的 当中这个社会的 是吧 外交的 这个风俗的 经济的 各个方面 那么同样呢 也要责善而行 那么当然说 这种观察上的一些礼仪 外交惯例 是吧 外交礼仪 那么同样也要责善而行 那么清政府这种预备立宪 就为中国废除跪拜礼仪 提供了一定的 这种历史的必要条件 那么在1906年的1月24号 梁广总督叫做参春轩 这个1月24号呢 就是当时中国这个农历的出席 这个梁广总督参春轩 就发布了一个告示 或者叫做试狱 扎狱 他讲什么呢 他说清政府的各级个官员 都是皇上的臣子 是吧 他们呢 对于皇上而言都是臣子 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 再尽心而不再屈膝 就是下级官员对于上级官员 不在于你是不是屈膝 以这种形式 在于什么呢 你要诚心 要诚心诚意 是吧 你要是尊重这个上级官员 就可以了 再尽心而不再屈膝 他说况且呢 行这个屈膝之礼 说这个下级官员去见了官员 上级官员 屈膝啊 请安呢 说这些 是清政府的这个礼不择礼当中 有关文武百官相见之礼 是和这种文武百官相见之礼 相矛盾的 就是清政府这个礼不择礼当中 就规定了 清政府的各级官员相见 是以一种谁妈的礼节 说他说下级官员 对上级官员进行请安 行跪拜礼 是这些清政府的当中 这个礼条款当中 规定所不载的 没有的 那么他是讲 说按照清政府这个礼部的 这个责礼当中 有关文武百官相见的这个礼节 是吧 各个省的这些下属官员 像不证使暗查使什么这个支州 支府支县 是吧 他们去觐见总督和巡抚的时候 只有三一之礼 而无跪拜之文 就是下级官员去见总督 见巡抚这些地方大员 只是做三个一就可以了 没有规定他们要向上级这个官员 那么进行这个进行叩头 那么他们讲 说这个下级官员去觐见总督巡抚的时候 如果行屈膝跪拜礼 就个人而言 那么就是自甘卑见 就这些下级官员自己来讲 那你是自甘卑见 因为什么呢 清政府规定当中 没有规定下级官员 要对总督巡抚 要行跪拜礼 说就个人而言呢 这些下级官员是自甘卑见 是必欺奴言 有伤弃节 那么就清政府的一些制度规定而言 是什么呢 是违犯王章 其非盛事 就是就制度而言 那你是违背了礼部择礼当中 有关文武百官相见的礼节 从制度上也是违反制度 那么因此这个参春宣 他就规定 从明年正月开始 就是从第二天 他不是除夕发的这个告语吗 这就是说从明年正月开始 规定什么呢 文武大小官员 入见总督巡抚上级官员时 就说你这些文武大员 你再去见总督巡抚的时候 盖用长衣 所谓长衣是什么呢 就是作衣 作衣呢 就是说呢 这个头要举得很高 然后呢 一直到弯腰 这是长衣 然后那短衣的话呢 就是比划一下就可以了 就说呢 以后下级官员 再去见总督巡抚的时候 盖用长衣 就是免除人们那些 再去跪的地上 打签 请安 行跪拜礼 免除这种非常庸俗的这种礼仪 干什么呢 以伏定制 而晚颓风 以伏定制 而晚颓风 那么在这以后 那么像这个江西 江苏 湖北 河南 那么其他一些省份 那么也都在这一年 废除了 府 州 厅 县 这些官员 自称卑职的这种习惯 就这些人不再称卑职了 那么以前这些 府厅 厅 这些官员 见他的煞级官员的时候 都自称卑职 如何如何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规定 要废除 自称卑职 废除了下级官员 去觐见总督巡抚的时候 觐见上级大官员的时候 是吧 那么行这个跪拜礼 他们规定什么呢 就是说下级官员 第一次去见他的上级 去见都府大员 只行三一之礼 做三个一就可以了 那么平常相见 不是第一次 平常相见 只不过是施一一之礼 做一个一就可以 你比方讲 在这个1906年的五月 江苏的巡抚 叫做陈奎龙 那么他就通告 全省的各级官员 他说各个省的官员 都是有什么呢 有立民治事之权 他们都是直接代替朝廷 去处理民间事务的 是欺民之官 说这些人的职务 职约天职 是很高尚的 是天职 何悲之友 那么因此才是规定 以后 是吧 这个全省的 各级官员当中的这些公文 公读文件 那么一律免称杯子 都不要说杯子如何如何了 免称杯子 凡是有事 到这个巡抚衙门 去见这个巡抚的时候 无论品级大小 初见三一 常见一一 一律免其请安 那么这是这个江苏的巡抚 那么也颁布了 一个命令 命令各级官员 免称杯 是吧 那么见这些 上面这个大员的时候 第一次那么是三一 常见是一一 一律免其请安 那么山东巡抚 杨世乡 那么他也是规定 说山东的这些法政学堂的学生 在考试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考试的时候 见到了这个府帅 见到了这个巡抚 是吧 只一一 只是做一个一就可以了 不准请安 那么说在清政府 准备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候 清政府内部很多官员 那么对于清政府内部 官场上当中的一些 这种繁琐的这种跪拜礼仪 那么提出了一些批评 对于清政府的这种